今些年来,在我们国家有一种极其可悲的行为,那就是有一部分女孩到了谈婚弄嫁的时候,偏偏爱上了洋垃圾。 虽然我国的法律轰应自由,但是没有哪一条法律或者某一个人支持提倡你去嫁给外国人。 现如今我们中国强大了差什么,什么也不差,更不差优秀的单身男人,难道配不上你们吗? 你们偏偏喜欢上了笔狗子,黑种人,甚至还有些喜欢握扣小日本。 这是什么?杂交出来的就是混血儿。 更可怕的就是杂交出来的是狼儿子,我们的仇人。 这不是危言耸听,从长远地看,就是给我们在增加更多的敌人。 给那些洋垃圾繁衍后代。 所以希望刷到这个视频的中国女孩,清醒一点。 记住,你骨子里永远留着中国人的血,你的祖先,你的父母永远是炎黄子松。 好自为之吧,为中国人长点脸吧。